嗨,我是柯和麗 常常跟大家分享保養資訊 然後跟大家聊天的過程中我發現 現在的人有越來越多都是敏弱性的膚質 像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就是敏弱九遭肌 常常因為溫度啊 或是過度的摩擦 或是用到不適合的保養品 造成肌膚泛紅敏弱 有時候甚至還會刺痛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品牌 是我之前就用過然後也介紹過 然後我用光光之後再度回購的品牌 我今天會分享Vias他們家三款產品 第一款Vias順效無瑕水潤精華 這一款又叫做水潤小鮮瓶 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最近是我第二瓶 第一瓶我已經用光光了 它真的是非常的鎖水保濕又很好吸收 然後待會我就會直接使用在臉上 然後跟大家分享 第二款是這個 Vias白金絲素禮子精華 光看這個外觀就覺得非常的有質感 又很大氣 第三款 Vias無瑕美肌防曬霜 就算你們有每天上底妝 但是防曬一定不能少 接下來呢我就會一一使用在臉上 然後一邊跟大家介紹它的使用感受還有質地 首先先用這一瓶水潤小鮮瓶 它是單方保濕精華液喔 這一罐我已經用到第二瓶了 它的質地真的非常的保水 它非常的清爽而且完全不會黏膩 你只要這樣輕輕推開 它就完全吸收了 像我的膚質啊兩頰容易乾燥 所以我會大範圍的使用這一罐小鮮瓶 吸收之後肌膚就會變得很膨潤 然後很有光澤 這一款水潤小鮮瓶啊 也可以跟你的防曬或是底妝一起混合使用喔 它可以讓你的防曬或底妝更保濕更服貼 接著用這一款Vias白金絲樹離子精華 這款精華榮獲2019年的國際大賞喔 它是旋轉平口的設計 取用很方便 絲滑柔順的質地很好推勻 我覺得它的質地很特別 它是這樣有點絲綢的感覺 但是它擦起來完全不會黏稠喔 是很細緻滑順的觸感 它可以提亮肌膚改善暗纏 淡化細紋 輕輕推一下就吸收囉 它可以修復肌膚 然後增加肌膚的底液力 即使沒有化妝肌膚也可以這麼的有光澤 平常沒有拍攝的時候 我就不太喜歡上筆妝 然後我就會使用這一款Vias的 無瑕美肌防曬霜 它有SPF20 它是單純物理性防曬 清爽不堵塞 然後它使用自然色系 有遮瑕的效果喔 大家記得防曬真的很重要喔 即使不上筆妝也一定要防曬 它非常的好拍耶 而且有一點點潤色的效果 看起來很自然都不會死白 可以比較一下左臉跟右臉 左臉是擦過防曬霜了 它看起來沒有什麼瑕疵 而且膚質變得很好 有提亮的效果 然後右邊呢 因為我們剛剛只有擦保養品 沒有擦防曬霜 看起來就比較暗一點 現在我全臉都擦完無瑕美肌防曬霜了 它的顏色看起來真的很自然 平常如果不想上底妝出門的話 就可以擦這一款防曬霜 它可以提亮膚色有潤色的效果 其實我們保養肌膚的時候 多多少少都會因為內在或是外在的因素所影響 像是有時候因為壓力啊 然後還有生活作息 或者是外在的髒污 空氣等等的影響 會造成肌膚保養 有時候沒有那麼的有成效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試試看 替換一個保養品使用看看 說不定就可以塗過你的保養平致其憂 推薦給你們Lias專頁保養品 希望你們會喜歡 掰掰